欢迎来到我们的突发现场节目 我是你们的主持人华家强 今天的新闻首先聚焦于五角大楼的声明 指出中国最近的洲际导弹试射已提前通知美方 这一举措被认为是防止误解的重要一步 让我们一起来看看这次试射的背景和影响 接下来我们来聊聊中美贸易关系的最新动态 中国商务部对美方计划提高某些产品的关税表示强烈反对 并呼吁美方迅速取消所有对华家争的关税 这一举动是否会影响两国的经贸合作呢 最后我们期待的国庆75周年活动即将来临 千人合唱和2099架无人机的精彩表演将在西九文化区上演 这将是一场视听盛宴 让我们一起期待这场爱国主义的庆典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德国之声报道 五角大楼于9月25日确认 美国提前收到了中国进行洲际弹道导弹 ICBM试验的通知 称这一举动是朝正确方向迈出的一步 旨在防止误解与误判 这次试验是中国40年来首次进行洲际导弹的测试 导弹落入太平洋附近 法属玻利尼西亚的专属经济区 尽管中国方面表示 这次发射是例行的军事训练活动 但日本及澳大利亚对此表示担忧 认为缺乏透明度是国际社会关注的重大问题 分析人士指出 此次导弹可能是东风31AZ型 显示出中国军备发展的迅速 乡党电台报道 针对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 建议提高对某些乌产品 硅片及多金硅等五个产品类别的301条款关税 中方表示强烈反对 商务部发言人何永前指出 世贸组织早已裁决美国的301关税 违反国际规则 并呼吁美方应理性回应 尽快取消所有对华加征的关税 以维护全球供应链的安全 和中美两国消费者的根本利益 同样来自香港电台的消息 国庆75周年之际 旅游事务署将于下周一在西九文化区 艺术公园举行新生代千人合唱和国庆活动 届时 2099驾无人机将进行会演 配合1000名学生 现场演唱爱国歌曲 展现国家发展历程的故事 此外 活动还将通过多家电视台进行直播 市民可在部分草地区域 欣赏无人机表演 主办方也提醒大家 关注天气变化 以便及时调整观看安排 明报报道 大熊猫安安和可可于今日 26日 从四川城专机抵达香港 成为海洋公园的新成员 根据政府新闻处的短片显示 这两只可爱的大熊猫 在机上兴奋的四处张望 令人忍俊不惊 海洋公园的官方Instagram 也分享了他们的证件项 并附上搞笑的错误示范 引发网友热议 纷纷将他们与其他著名大熊猫 如银银 乐乐和龙凤 必一同称为香港六宝 《东方法日报》则聚焦于 以色列与黎巴嫩局势的紧张发展 美国国防部副发言人辛格明确表示 美国不会向以色列提供情报协助 尽管美国已在中东地区部署了少量士兵 以应对可能的危机 此外 澳洲政府也发出警告 提醒在黎巴嫩的国民要注意安全 因为贝鲁特机场可能随时关闭 局势恶化时 撤离的难度将大增 在日本 《东方法日报》报道了 由于选举规则导致的首相短命现象 自1991年以来 日本经历了17位首相 只有小泉纯一郎和安倍晋三的执政时间相对较长 学者认为 这种现象与日本的政治文化和选举规则密切相关 短暂的任期和频繁的众议院解散 使得新首相面临巨大的不确定性 即使新首相想要实现长期执政 也需要具备实力和运气 才能在竞争激烈的政治环境中生存下来 《东方日报》报道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坚决否认与黎巴嫩真主党达成停火协议 指示以色列国防军继续全力战斗 他强调 军事行动将持续进行 直至实现所有目标 以色列外长卡茨也重申北方地区不会停火 表示将全力打击真主党 确保北方居民的安全 尽管美国及其他国家呼吁停火21天 但以色列政府对这一提议并不买账 显示出对当前局势的坚定态度 《明报》报道 台湾卫福部施药署近日宣布解除对日本福岛五线食品的进口管制 允许部分原本禁止的品项 如野生鸟瘦肉和孤类等在严格检验下输入 然而消费者文教基金会对此表示担忧 呼吁政府加强辐射量检验 确保食品安全 日本方面对此表示欢迎 称此举为支持灾区重建的积极表现 显示出两国在食品安全问题上的互动 朝鲜问题方面 东方日报指出 南韩国家情报院的报告显示 北韩在美国11月大选后 进行第7次合适的可能性较高 分析认为 北韩可能拥有足够的不和高浓缩油 能够制造超过10枚核武器 北韩近期公开有浓缩设施 亦在借此鼓舞铭心 尤其是在经济形势不佳的背景下 此外 北韩最近还进行了一次 新型战术弹道导弹的试射 显示出其在军事技术上的进步 南韩对此保持高度关注 新岛日报报道 近日在广东连江 一名小学生因升国旗时 忘记佩戴红领巾 竟遭校长用力掐紧 甚至追打 事件引发网友热议 据悉 这名学生的颈部出现明显红痕 皮肤受损 家长对此感到无法忍受 直言校长的行为近乎虐待 并透露此类事件并非首次 校长之前也曾对其他学生施暴 事件曝光后 当地教育局迅速介入调查 并确认校长已被停职 显示出对于学生安全和教育环境的重视 谢谢大家收看以上节目 这是我们的编辑团队为大家搜集 整理的 认为有价值的信息 观点 但是并不一定代表我们立场 不作为任何行为的建议 欢迎大家为我们的节目点赞 订阅我们的频道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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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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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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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